再來我們請那個獅子座 的書恆老師 我們來測試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可以得到 頂級的待遇 說到這個頂級待遇 剛剛我們講的這種有錢人 他們過的一定都頂級待遇 但是呢 我相信觀眾朋友 一定也希望自己擁有 頂級待遇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月呢 你在哪個部分會得到 這跟有錢人一樣 那樣子特別的待遇 這裡有四個字 第一個字呢 鹽 第二個字 依 第三個字 供 第四個字 磚 請問這四個字呢 哪一個字讓你最有感覺 你覺得選到那個字 我就是富豪 就是仁勳加深這樣子 來 好 我選磚 我選一 我選顏 我來共 你也共 一 二 三 磚 好 來 那我們就來先來看一下 雅蘭姐跟啟蓬老師選的 就是這個磚這個部分 磚這個部分呢 在這一次裡面是非常特別的 來看一下為什麼它很特別呢 你看這個磚加一個耳 加一個人是不是傳 所以口耳相傳 那麼醫療的方面 你會得到頂級待遇 這代表什麼 也就是說最近 如果或前一陣子 你有覺得哪個地方不太舒服 或者是呢 你有覺得有什麼顧疾 有一個地方呢 一直不似很舒爽 那你可能在找到一個很好的醫生 或者是呢 這裡 對 把線紙拿來 推拿大師 氣功大師 你可能會找到 這大家都口耳相傳 然後口碑很好 那麼這個大師 這個醫生呢 來幫你做治療 幫你連根拔除 哪裡不舒服呢 就把它連根拔除 讓你日後呢 再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再來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呢 選到醫的 選到醫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小鳥依人 那哪個部分很舒服呢 愛情 有頂級待遇 對 也就是說呢 好 也許呢 我們當然不能說 因為玉峰哥結婚了 不能劈腿 那就是說呢 你回到家裡面 老婆會說 玉峰回來了 拖鞋放上去 飯菜先熱好了 洗澡水先放好 那還有呢 如果是觀眾朋友 選到的話 你可能會最近會覺得 你的另外一半呢 跟你特別的貼心 不管你心裡想什麼 跟他好像都有一些 心電感應 兩個人呢 可以如焦四漆 那麼另外一半 玉峰要加油喔 玉峰現在是沒有 真的 他現在是回家錄完影 回家太累了 我說啊 只要是 回家沒錢不講話是不是 沒有 他回家也要領下通告費 沒有通告費 對 投進去嘴巴就會打開了 哈哈哈哈 好 而且還要給你一個螢幕 讓你站在那邊 你就會發作了這樣 好 來 那麼呢 在這邊 我現在還有個提醒一下 像最近很多人跟我說 老師我真的很想要找一個 新的對象 新的對象喔 那麼在這個月呢 也先祝福你 為什麼 因為也許就有新的對象 可以出現了 好 那麼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選到顏的 好 選到顏的 好像是我們憲哥 對不對 對 好 來 憲哥的話 在哪一個部分會有頂級待遇呢 有情方面 為什麼 這裡 言而有幸啦 不愧是憲哥 就是你講過的話 那你做過的事情 別人都記在心裡 那麼在這個時候 就是回饋給你的時候啦 他回饋給你呢 代表就是說 我現在給你的 就是你以前給過我的 甚至呢 還給你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都有可能 那麼還有一個 就是你會發現 來找你合作的人變得很多 可能邀請你去辦獎做的變多了 邀請你去做什麼什麼 合作方面的事情的人 也都變多了 那如果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就會可以跟憲哥一樣 有這樣的幸運 你前面投資過友情的部分 現在都回來了 那麼呢 大家會很喜歡你 或者是希望可以跟你再創高峰 再來就是我們的 謝謝老師 謝謝來賓 我們節目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努力一百分 觀眾朋友如果選到 要跟我們這個天府作命一樣的 來 這個呢 金錢方面頂級待遇 功不應求 什麼叫功不應求 你如果真的想賣東西 你會覺得 我的數量真的很高 大家都想跟我下訂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想要不管我買的是股票 或者是我投資的東西 你都會發現這個東西 突然間直線上升 那麼就會有 功不應求的狀態出現 當然如果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先要恭喜你之外呢 舒恩老師要再三再三的強調 剛剛我們全部的人 都在講詐騙這件事情 對 如果呢 你選到這個 可是又收到了不明來電 或不明的LINE 還是要小心好嗎 最近詐騙真的太猖狂 我們聽起來太多了 詐騙功不應求 對 但是我們真的呢 要賺錢就跟著賭林哥走 好不好 好 來 先恭喜大家啦